我们今天的影片要来爆料 要讲的就是 Mazda 的 CS60 就根据之前的传闻呢 其实 Burmax Auto 已经在研究着 CS60引进马来西亚的事宜 而且呢 最近呢 印尼跟菲律宾都即将发布这款新车了 所以代表着 CS60 这款后轮驱动的豪华 SUV 即将登陆东南亚市场 我相信本地的 Mazda 粉丝都非常期待这款车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CS60 哎呦 没有油 要打油了 也是买占推荐 哎呀 去 BH Petrol 啦 BH Petrol 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可以有效的保护和清洁油嘴 降低油耗跟排放 提升动力 减少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首先呢 CS60 是 Mazda 进军高端品牌的第一款作品 它采用了全新的后轮驱动平台打造 而且顶级的版本会有直列六缸的波轮增压引擎 动力表现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款车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就跟之前的 Mazda 车款比较不一样 你可以看出它真的是很成熟大气 当然这种风格见仁见智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我个人就觉得这个风格还不错 而且它的车身长度非常的长 已经逼近了目前市场上的 D-Segment SUV 如果我们真的要比的话啦 它的主要对手可能像是 Mercedes GLC 或者 BMW S3 这样子比的话就可以看出它的车身尺码多大了对不对 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相信很多的 Mazda 粉丝应该会赞同我讲的话 就是 Mazda 的外观虽然好看 但是它的内装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CS60 作为它们所谓的豪华 SUV呢 内装的质感真的是丁瓜瓜的 虽然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 但是不能否认它还是非常好看的 尤其是整个中控台上面呢 铺满了大量的软质塑胶跟皮革 完全就是豪华车的feel 而且它采用新式的这个电子排档干设计 看起来整个层次真的是提升起来的 不过有一点点比较可惜的是呢 因为成本因素 所以很多的部件 例如讲这个数位化仪表跟一些button 它还是沿用了目前CS30或者CS5的这个设计 这样子我觉得 虽然可以节省成本 但是这个车的格调会被影响了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另外一点我相信大家讲到Mazda的话 他们就会讲到这个空间表现 其实这辆车我还没有看过实车啦 但是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呢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如果真的对标上GLC或者是X3的话 它并不输 大家觉得X3跟GLC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CS60的空间表现了 当然作为豪华车款呢 它在这个先进安全配备的部分上面就不会吝啬 应该有的功能像是DICE STOP & GO的主动式进速巡航等等等等等等 都会出现在这款车上面 作为一款新世代的豪华车款呢 这辆车在引擎的配置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包括了2.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包括了2.5公升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3.3公升的直列6缸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3.3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相信大家听到涡轮增压引擎直接会热血沸腾对不对 不过告诉各位啦 它的最大马列表现只有280HP 峰值流率表现450Nm 看起来这个数据不差 但是跟这个排气量有一点点落差是不是 大家不用担心 不是Mazda 的技术力做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更高引擎输出的版本呢 放在CS90上面 CS60作为比较Entry Level一点的model呢 这个引擎动力自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相信日常使用也非常足够了 当然这个Mazda 主打的Sky Active X 引擎呢 也会出现在这款车上面 不过我觉得这个引擎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几率并不高啦 当然它匹配的变速箱是8速的自排变速箱 听到8速大家应该也很开心 它的这个8速自排变速箱表现怎样 我们只有等到实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才会知道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在马来西亚上市 还有它的价格 还有引擎 引擎的部分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会主打这个2.5公尺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混合动力引擎可能暂时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马来西亚对于排放的要求并没有太高 我们参考一下菲律宾跟印尼的版本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呢已经有一些消息了 他们会引进这个2.5公尺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3.3公尺的汽油涡轮增加引擎 如果我们真的有汽油涡轮增加引擎的话 相信 应该会很有吸引力 但是这个价格跟Rutex就会很贵 至于在售价的部分呢 根据一些小道消息啦 之前原厂的目标是把这辆车的定价 定在低于20万令吉 也就是讲这个入门版本 Entry Level的2.5公升版本 价格应该会低过20万令吉 但是我们考虑到目前这个全球的运输成本上涨 原料上涨 还有马币贬值 这个20万令吉这个门槛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不过我相信如果是卖到一个22万或者是23万令吉 还是会有人买的 因为毕竟 这辆车的本质真的是不错 所以你们觉得22万23万令吉的Mazda 你们会买吗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咧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又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我打油当然是打DH Petrol啦 它的Infinity RON95跟RON97呢 达到了EUROPE 4M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一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二 增强行腐式抑制剂 第三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供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剂比标准更高一倍的800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怪不得你只打BH Petrol啦 因为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因为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嘛 最后就要讲到这个上市时间 根据我们的了解啦 Permax Auto目前已经在 进行前期的引进工作 不过 至于详细的上市时间 就暂时还不清楚 我们估计应该会在今年的年位 或者是明年有消息 不过这几年Mazda的动作 确实有一点点慢啊 大家都很期待 Mazda的新车引进 所以我相信 CX60会是他们推出新产品的反击号角 之后呢可能会有50啊 可能会有90甚至80等等的车款 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你是不是很期待的 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OK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个CX60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